迈入第十七届Battle of the Beds捐血活动 洛杉矶县法律和公共安全机构再次展开良性竞争 鼓励从2023年1月3号到2023年3月31号期间 谁能招募到最多人捐血 美国红十字会首席执行官乔安尼·诺林 同时也站出来感谢洛杉矶急救人员响应拯救生命的号召 在挽起袖子捐血的同时 也鼓励洛杉矶人捐款帮助拯救生命 且迈入2023年新目标将是 为有需要的患者收集2000份血带 此外善用手机APP新一代的捐血活动同时也更简单 民众只要使用红十字会捐血的应用程序 即可进行预约或上网redcrossblood.org或致电1800redcross 并输入赞助商代码BOB23 就可以自动加入Battle of the Beds捐血活动 并获得一件纪念T-shirt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